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王思聪 28岁我本身在做金融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就是中秋節前的一個星期 每一年中秋前 我都會利用自己帶駕 大概一個星期回來大坑幫忙摘龍 這個就是我們的贊助師傅 阿成哥 還有福利會理事長 袁先生 回來後我們多數都第一時間換一件工作服 我們今天的主要目標 就是砸龍頭 我們今天就完成了它 我們主要就是用這些草 就是珍珠草來的 無論是頭、味、龍身 都是用這些草去包摘而成的 武龍我小時候 應該大概十歲左右參與 武龍沒有了接近二十年 做擇作差不多十年了 我們的總紫花豪哥 就看到我有這樣的熱誠 然後他就邀請了我加入 摘作組 一直到現在 這個活動是很開心的 當你一群兄弟一起摘了龍 由零開始到完成了 摘好了 再過袋三晚沒有圓龍 送到海 我覺得是 這件很有成功感的事 平時你整班人不會 那麼長時間都集中在一起去做一件事 平時可能多一至兩個月 大家去吃頓飯聊聊天 但現在我們是 這幾個月裡面 基本上每一晚都見 有些師傅是在做救生員 也都有 我們有法律的人是在做法律 有些是健身教練也都有 有很多不同的行業在裡面 也有些師傅已經退休了 大家本來是不認識的 是因為沒有火龍而認識了 成為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兄弟 去做這件事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小時候在這裡長大 小小在這裡住 每一年 當你小時候 中秋你覺得很熱鬧就會看 到了有一年齡的時候 就跟家人說 我都有些興趣想去玩一下去舞一下 那就一發不可收拾 就由開始玩的第一年到現在 第一次其實我是很緊張 因為始終第一次 看一看得多 親身落場 去感受就是另外一回事 小時候可能十多歲 十歲 又怕煙傷 又怕香掉下來燙傷 當然會縮會成的 但是 到現在我覺得 都是正常的 始終第一次 你到現在 抗體 有得它燙 都不痛的 不記得是去年還是前年 就是我們舞龍的時候 那些香頭 掉下來燙穿了 所以就有這些洞在這裡 是戰績來的 證明真的勤力有做事 最開心其實就是 當你可能會做完一些招式 一些陣式的時候 觀眾的搬呼聲和掌聲 你就覺得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這個龍頭 主要就是我們今年 給小朋友玩 新造的LED燈的火龍 造這條小龍 坦白說 比造大龍辛苦多十倍 真是 你可以看到 它每一個 你看到它是香 但它每一點 全部都是LED燈 所以我們這班師傅 用了很多時間 很多心血 真的有血有淚 去造成這條小火龍出來 給小朋友去玩 新的下一代 可能這些小朋友 慢慢去長大的時候 好像鋪露一個全城 這樣的感覺 給他們做一條大的龍 它一直舞下去 那我們整件事 可以 一個全城的感覺 我希望我們的火龍 每一年都沒有間斷 每一年都不停去舞 然後多些觀眾去看 有一個節日的氣氛 我們就一代全一代 一直傳承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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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